晚上吃过饭 周十九早早就靠在床边看书 林姨安排好中馈 也惯洗完躺下来歇着 周十九放下手里的书 笑着看林姨 学是不是在衣巾里缝了金柜 前几日 她病得鼻子酸疼 捡了衣柜放进袖子里 也不大能闻到多少香气 病好之后 金柜香渐渐浓起来 她忽然就喜欢上了 今天才让丫鬟捡了些 晾干准备缝了香包 这屋子里金柜的香气 已经不是一日两日的 周十九等她病好了才问 让她不自觉想起 这几日周十九的迁就 一直听她的安排 到了晚上就去书房里睡下 拱妈妈说 周十九失怕早早起来上朝 让她不得休息 早出晚归 虽然不多与她说话 却每天都要来她屋里两次瞧她 林姨抬眼看周十九 周十九的笑容里 目光依然深沉 可是只要直看过去 仿佛也能触摸到她的心思 可是也会怀疑 就算碰触到的也是假的 周十九轻柔地唤着 芸芸 让我看看缝在了哪里 目光深处 是一抹天力的妖娆 就长她手伸过来 林姨心跳如骨 最终 手指停在她的腰间 只是将她抱在怀里 岳父有些急了 明日你回去看看 也好让她安心 这几日 都是燕家和她的传言 父亲定时担忧 眼见就是中元节了 家里也是忙着 郡王爷每日都和父亲见面 郡王爷就和父亲说一声 让家里不要担心 等过了中元节我就回去 这是林姨第一次 托她传递消息 周十九觉得很意外 低下头来 看林姨精密的眉眼 林姨是真的努力 在适应做好康剧王妃 是因嫁了她 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 她性子里 绝强坚韧的情绪 才被激出来 虽然 现在的生活 和她想要的相去甚远 可是不想就此沉闷下去 只好做出改变 周十九偏头 看着林姨展颜一笑 好 转眼就到了中元节 家家户户挂起了彩灯 周二太太郭氏 一早就来到康剧王府 帮林姨选和灯 今年很是热闹 大家都在商量 是去北海看和灯 还是去城隍庙 看祭祀送法船 去北海看和灯 也要等到太后 皇后和众位娘娘们 离开依兰堂之后过去 很多宗室 勋贵 就去城隍庙送法船 求个全家平安 还是去北海吧 真是笑着走进屋 年年送法船 今年北海的灯会 可是皇后娘娘主持的 比往年都要好看 不去瞧就真的可惜了 真是说完 看向罗汉床上的周老夫人 娘 你说说是不是 周老夫人低声 慈爱地笑着 你们年轻人出去玩 可不要来问我 真是就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不出去了 我呀 就在家里陪娘看烟花 免得娘寂寞 周老夫人笑着白手 你看不得热闹 在家里七上八下的折腾 倒让我这心里惊跳得紧 还是出去吧 出去我也好安静 娘 真是不知说什么才好 周老夫人笑道 虽然是孝亲节 你们也不必 居在家里 经理素来 又看花灯 花卉惯例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也跑出去看呢 我就不去了 您一道 我在家里安排放烟火 那怎么行 真是压低声音 仿佛十分神秘 郡王妃都不去 我们怎么好意思出门 大家听得这话 都有笑出声 孔妈妈这时候进了门 向周老夫人林怡 真是郭氏行了礼 宫里的内室来 递了牌子和文书 林怡将文书拿过来瞧 传后向周老夫人 太后皇后娘娘 在依兰殿设宴 周老夫人合手 这下好了 你们不用再想着 是去看花厅 还是去送法船 皇后娘娘这些年 不带管事 中元节太爷持放和灯 也不是多热闹 今年皇后娘娘精神 好了起来 中元节也办得 有了生气 大约是要过节了 真是异常高兴 今年赛船 也不知谁能拿了头筹 听说呀 皇上准备了 亭子大的金脸碰赏人 还是翻过宫放上来的 亭子大的金脸碰 那也太大了 周老夫人笑着看珍氏 珍氏脸不红心不跳 是真的 我可不会说谎 锦仁宫开始热闹起来 皇上的心情 比往年也好许多 还吩咐内务府 一定要办好中元节 真是想着看了林一眼 苏氏谁坏了中元节的气氛 谁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沈闷开始准备过节 周十九着实忙碌了好几日 一直到中元节当日 天蒙蒙亮了 周十九才回到家里睡觉 林刚好要起床 就被周十九一把捞过去 耳边传来周十九放松的声音 再陪我躺躺 一个时辰之后我还要走 中元节一直都是皇家重视的节日 届时 太叶池上玻璃河灯几千盏 随波飘荡 奏饭乐做禅颂 团城上观河灯 依兰堂设宴 请文武百官及命赴 你给周十九换好衣服 扣上胶手黄玉莲纹腰带 眼看着周十九神清气爽地出了门 林吩咐菊红安排车马去宗氏营 中元节扣见长辈送花灯准备贺礼 宗氏营里已信亲王辈分最高 到了重要节日 宗氏总要过去聚一聚 马车到信亲王府停下 林让菊红搀扶着下了车 碰巧在垂花门遇见了刚到的县君王妃 县君王妃见到林仪 笑着走上前道 刚还想着一会儿能见到你 下了马车就看到你家下人 早知道你这样不经念叨 我呀就多说你几句 林一鸣嘴笑 说不是我这几日病了 早就请君王妃来做客 信君王妃称怪地看了林一眼 身子不舒服怎么不说 你也知道我素兰少出门 这些事知道的也少 县君王夫妻顺得上市身居简出 少有在宴席上露面 县君王招了一院子闲事编书 县君王妃喜欢养些花草 平日里就做做香露香料 在京里开了一家香露铺子 生意还算红火 林一笑道 不是什么大病 就没有惊动君王妃 县君王妃笑咪咪地挽着林一的手 目光闪烁 我知道你忙得紧 关于阴家的传言 已经闹得满城皆知 多少人都等着看笑话 这次中元节 不知道有多少人 正等着康郡王妃 拜见宗室族里长辈 看着县君王妃闪烁的目光 林一微微和首 笑着和县君王妃进了县亲王府 巧就知晓中元节会面临什么 这时候害怕也来不及了 倒不如是施然地迎头直上 县亲王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 宗室父聚在一起说笑 气氛不同寻常 哟 康郡王妃来了 大家上前相互打招呼 林一慢慢地向前走着 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除了落在她身上之外 大家还向花厅里张望着 听说是卷琪媳妇来了 县君王妃低声道 你大约不知晓 元琪媳妇是被退过婚的 周元琪就是周二太太郭氏所说的 七叔父家的小十五 所以 今年的中元节 不光他让人瞩目 还有周元琪的媳妇 蒋氏 在宗族里 周元琪的名声不错 是个人孝善良的好孩子 父母做主 娶了同之牧家的女儿 谁知道 成亲之后 周元琪性情大变 先是忤逆父母 后是打骂正妻 更结交了不少顽固子弟 吃喝嫖赌 无依不作 牧家是武将出身 牧室掌旧了一副烈性子 两口子不见面则好 见了面 必要闹个你死我活 家里长辈没办法 才商量着 要给两个人和离 县君王妃低声道 牧室也是品行贤良 否则也不会嫁来宗室 但云真是外面传言的 两个人性情不和才会如此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只有周元琪和牧室知晓 宗室要和离 没有平民百姓那么简单 七叔父不愿失了脸面 牧家也不愿意将女儿接过去 这件事就拖了一年多 最后两家还是达成共识 牧家接回了女儿 取走了陪嫁 周元琪也给牧家保留了脸面 不算是休期 后来牧室嫁给了 家境不太好的表兄 成亲之后 不到一年就怀了身孕 第二年生了个大胖小子 牧室的表兄也考上了举人 牧家本来决定铁石心肠 不再管牧室 可是见了小外孙 牧大人还是心软下来 上下打点给女婿争了 宪令之职 比起牧室 周元琪和离之后就坎坷了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 周元琪认识了蒋氏 这蒋氏已经许配了人家 婚事却耽搁搁下来 蒋家和周家的气氛紧张又尴尬 蒋氏生了一场大病 几乎死在规格里 周元琪也被父亲教训打了一顿板子 讲了小半年才能下床行走 不过 这也没有挡住这门亲事 周元琪还是将蒋氏取进了门 要不是蒋氏有个慈心的父亲 周家又一时心软 这门亲事怎么也做不成 这些虽然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而今看来也是八九不离十 蒋氏进门之后 周元琪那些不良嗜好全都不见了 这些年还勤学武功 看来是要在朝廷谋职 都是婚事 换了不同的人 却得来了不同的结果 林依没有像旁人一样 好奇地打量蒋氏 而是很寻常地和蒋氏打了个招呼 然后各自坐在椅子上 性侵王妃保养有道 虽然头发已经花白 却神采异异 举手投足 透着一股的跪迹 慈祥地看了看林依 康郡王妃清俭了 可怜他年纪轻轻 要管整个郡王府 自然是操心的 靖郡王妃笑容背后 带了一层深意 在场众人再明白不过 这话亦有所指 要不是管不好内宅 如何让阴家的消息 传得遍地都是 林依微微一笑 去拿矮桌上的茶来喝 在靖郡王妃的期待下 半个字也没说 林依对面的蒋氏脸上 忽然挂上了一抹笑容 林依不说话 靖郡王妃就不能接口说下去 等了好一会儿 也只好善善地取了茶喝 靖郡王哥哥要买回土地的事 也是大家都知晓的 要是没有葛家和周永昌的案子在前 这土地收回的当时非常顺利 所以靖郡王的怒火 肯定会烧到陈家身上 首当其冲的 就是康郡王妃陈氏 陈氏却从容地应对 比旁边看笑话的夫人们 都要轻松似的 这样的姿态 很容易就惹怒了靖郡王妃 这样的场合 最怕的就是人前失忆 说着话 下人来道 郑国公夫人来了 郑国公是没有封号的 您需要转过头 才知道是周远广 林婉一家人 林婉被人护着 去给花亭里的长辈行礼 信亲王妃忙道 你是双身子的人 快起来 肚子里的孩子才是大事 靖郡王妃道 神说新媳妇三年喜 玄广媳妇才进门多久 就给我们周氏天丁进口 如今原贵媳妇也有了 真是双喜临门 怪不得人说 媳妇娶好了 家宅安宁 说着看向郑国公夫人 夫人是有福气 众人看了看林婉的肚子 难免将目光 又落在花厅里 别的新媳妇身上 林婉和林姨同是陈家女 差别却是很大 林婉随和 连郭氏的肚子都管起来 可林姨却管不好 自己的肚子 不知道怎么的 林姨觉得这很好笑 于是低着头 装作害羞 腼腆 静郡王妃提着帕子笑道 康郡王妃也不要太着急 好好调理调理身子 很快也会有好消息 将管政氏的精力 用在自个儿的肚子上 比什么都强 裤子里一下子静下来 只听到静郡王妃的笑声 周家长辈都在喝茶 谁也没接话过去 子依知晓 这不过是在等她的错处罢了 只要到了合适时机 就会说她插手正式 又管不好中馈 不但和沈娘一家相处不好 和自家姐妹林婉也不和睦 林才想到这里 没想到对面的讲师开口 康郡王妃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 这才成亲不到半年 好时候还在后面 静郡王妃只有一个身体雷弱的儿子 现在还在吃胡僧的药丸 想要老棒猪胎 这话正好戳在静郡王妃胸口上 花亭里气氛更冷下来 林依笑道 时辰差不多了 大家都去瞧花灯吧 晚上还要去伊兰堂 大家这才张露着豆灯 众人粗拥着长辈去院子里 县郡王妃 林依和蒋氏躲在后面 蒋氏略微风鱼 穿着淡青色的衣裙十分漂亮 手臂上戴着镂空雕花金钗 衬着雪白的皮肤 也颇有几分情态 林依和蒋氏目光对接 似是从彼此的眼睛里 看到了些熟悉的神情 蒋氏从身边压祸手里 接过一只荷包递给林依 我早就想去看康郡王妃 听说康郡王妃病了才没去 林依接过荷包 上面绣纹十分漂亮 蒋氏道 听说郡王妃善女工 我的手桌 郡王妃不要嫌弃才好 林依笑道 哪里呢 我不过就是学了双面绣 这样的绣工我可比不上你 看着林依和蒋氏 一体说说笑笑 迟来的周大太太真是冷冷一笑 好戏还在后面 时间到了 神们陆续上了马车 赶去一兰堂 林依看着蒋氏送的荷包 可以看出 蒋氏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怪不得周元琪 一心要娶她 蒋氏和周元琪能走到今天也是不易 马车很快行到北海 大家换了软轿 到了团城下就步行去一兰堂 内侍引着命符落座 大家正在窃窃私语 只听内侍道 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驾到 众人盲站起身 恭紧的行礼 太后笑着让众人起身 林依抬起头看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气色果然好了许多 举手投足都透着雍容华贵 搬手的宗师傅称赫 凡复礼制过后 内饰开始摆宴 依兰堂外也燃起了烟花爆竹 宫人捧灯现舞 更有穿着 藩国扶制的五娘 在荷花灯里 随月翩翩 大家交头接耳 低声交谈 县君王妃道 皇后娘娘病了之后 宫里一直少歌舞 就是在宫宴上 也见不到这么多五娘 林依看着笑道 皇后娘娘身体好起来 皇上也跟着高兴 那是自然 县君王妃压低声音 皇后娘娘是唯一经正门抬进宫的 娘娘病得最重的时候 皇上说过 只立皇后娘娘一人为后 不管是愧疚还是真情 总之是给了皇后一个承诺 健康